大家好 我是莎姐 看來黑一點 因為我沒有開上面的燈 還有西斜 我現在就有一點點暗 不過不要緊 我也不是買個樣子 可能看黑一點 大家會更加好 看不清楚那些暗瘡 這次就說 其實看到一個明燈 快必 又是做了一些小丑的事 我覺得她就說派口罩 有派的 不過有些婆婆說一些 什麼721 什麼什麼 要去搏接龍 白心一 什麼什麼 那些要玩這些接龍 又要拿一些照片 警察做什麼 警察拿錢做什麼 又買裝備 就是要逼一些婆婆 公公婆婆 就侮辱警察 或者是罵警察 或者是煽動一些 公公婆婆說一些 可能她們未必真的喜歡說的 但為了口罩都要陪她瘋的東西 就是露屈警察 我覺得你派口罩就派口罩 你搞這麼多事情幹什麼 就是 譚德智 快必譚德智 就是你自己問心 你選了這麼多次 什麼會什麼會 你都出來出來選 你都選不到 都是輸給素人 那你就知道 其實你的街坊是多討厭你 他經常都在那些街坊裡 就是 經常都說那些街坊 你這麼老 你快點去死 走那些婆婆 你現在又找你婆婆來過招 你派就派吧 男人老狗 都沒見過這麼少家的男人 有時候我殺人家 你說我說去 那怎麼辦 是不是男人來的 你派就派吧 要不派 要不賣 不要這麼多話說 搞這麼多小動作 一些小口罩 就是欺負腦 那是男人來的嗎 不要求你幫他 但你也不是這樣玩他 我自己覺得 你就是看中了他們 這些老弱 他可能未必有錢買到口罩 這麼貴 他未必買得起 那樣 就說派給你 你還要搞這些事情 你真的是善心嗎 我就算給你真的這樣 你是出了名 但我告訴你 他傳說中 他是想出戰 什麼 立法會選舉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大家網民有興趣 可以去戒票 你放心 他一定選不到 他是明燈來的 你放心 你和他一個 你基本上是贏他 當然 我又不建議你和建制派去搶 或者我們建設制定去搶 我覺得你這些人 我很想知道 他媽媽怎樣教他 他媽媽不是老人家 是嗎 我真的覺得很鄙視這些人 有什麼理由 男人老狗 派過口罩這麼多GIGA 雖然我給不起口罩 但我也有買其他東西 可能是交給我自己 和區議員去派給老人家 又或者交給他們 他們喜歡怎樣 民建聯怎樣的分法 一件事 我都沒有要求這樣 那樣壓之壓座 男人老狗又會賺到錢 算了 算了 大家認住這些人 究竟這些眾部派 是不是人 我自己覺得 他們是不是人 林卓廷那些立法會議員 也是 現在就說 希望 未來九月立法會 投票的時候 是給一些 任父 雙殘 老人家 是可以優先 即是另外一條隊優先 那就不用他們站那麼久 當然是踩到他們的尾 上次區議會 就說 我是不停找人去排隊 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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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老人家 孕婦 雙殘 優先 他們就做不到這招 他們說 不應該 類似說 不公平 我心想 全世界都覺得 沒有問題的東西 是你覺得有問題的 你的腦子是不是有問題 如果你說 不應該這樣做 不應該這樣做 這樣不公平的話 那我們就不需要有優先助 不需要有博愛助 我們就不需要有優先助 我們就不需要讓給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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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是完全違反倫常的 真的難聽說的 你媽媽不是老人家 你媽媽不是老人家 是吧 沒有你媽媽就沒有你了 正如我們現在的老人家 不要他們我們必須是今天的香港 所以我覺得 如果老人家是需要的 他們真的站不久 其實我們是很應該讓座 所以我覺得讓他們排隊先也沒問題 而且可能是另一條連結 因為他們老人家 大家知道身份證字母 開頭英文字 其實某程度上是你大概哪一個年齡層的 而他們的年齡層 好像A字頭那些 其實他們都是排另外一條隊 因為你入到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你也有分ABCDE 基本上他們都是另外一條隊 那有什麼問題呢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那當然 他們的腦有問題的 跟我們的精神病或者是完全想的東西是不同的 我不歧視他們弱智 我不歧視他們弱智 不過 最好就是說 立法會的時候 真是麻煩 正如我們精神病患者 我們如果要簽任何法律文件 要做任何公職 或者要去公職 等等 其實我們都需要有個醫生證明 我們可以做這個決策 不是說處於一個情緒不穩定 或者是一個精神狀態不穩定的狀態 而簽一些文件 我又會覺得 其實立法會是否應該 找個醫生去看一看他們 其實他的智力 精神狀態 各方面 其實是否能夠做一個正確的判斷呢 如果不是很糟糕的 其實現在大家看到他們的腦子真的有一點點 如果他們是有這樣的 而且我亦都發覺他們有一點點暴力傾向 為了我們市民安全 其實是否應該送他們去青山綠草的地方呢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看清楚那些人 那些星星 其實都不知道是不是人來的 我自從見過立法會議會那裡進行的議會那些片之後 我上次去北海道看動物園的星星那一欄 我都走了去不看了 大哥 在立法會還看得不夠嗎 是不是 不需要去動物園看啊 我去到北海道那麼遠 看星星 我開過youtube看立法會就已經看到了 是不是 另外一個好消息就是 我剛才就問了我那個區議員 我拿著這些 form 跟他們說 可不可以找街坊呢 看看可不可以幫忙叫街坊簽 那他就很久就說 可以 交給我啦 很豪氣的 可以了 交給我啦 原因就是 其實很多街坊都問他 哪裏有得簽 可不可以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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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說 可以了 交給我 我幫你搞定他 所以他很開心 因為我們這區都是建設陣營多的 所以我們這區都是很 老人家都很愛國的 那我覺得 很不幸就是 有些人是利用老人家的缺陷 而是去做這麼難看的事情 那不像我們這個荒山野良這麼安全 就是老人家可以做回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希望 接下來立法會我們盡力 都還一個安定社會給我們的老人家 因為他畢竟為我們這個香港付出了這麼多 我們都希望 我們這一代 都希望能夠為他們做回一點點事情 黑暴我們阻止不了 但是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力量 是可以令到他們能夠 萬年不用那麼閉矮 那這次就講到這裏啦 拜拜 拜拜